同学们好 我们开始上课 那么上一讲的话 我们讲了一个经典的这个同步问题 就是哲学家问题 那么这一讲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典的同步问题 有线缓冲区问题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讨论的 这个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在这个进程通信的时候 我们讲过 说如何用这个共享存储 来实现两个进程之间的通信 我们当时给出了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说这种解决方案 N个缓冲区 它只能用N减一个 那我们在这一章开始的时候 我们又给出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引入了一个变量叫COT 通过这个COT来记录 当前缓冲区 到底有多少个可供消费的产品 但是我们说这种方案 它又在COT存在什么 竞争条件 也就是说会出现数据的不一致 那么这为什么会出现数据的不一致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它进行什么 进程之间的同步和互斥 因此的话 我们今天主要来看 如何用信号量来实现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 这个同步问题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 也就是说若干个进程 生产者和消费者进程 那么它通过有限的这个共享 缓存来进行数据的交换 那么其中呢生产者进程不断的向这个缓冲区来写数据 而消费者呢是不断的从这个缓冲区来读数据 那我们说这个缓冲区的个数是N个 就是大小为N 但是我们要求说任何时刻只能有一个进程 可以对这个共享缓冲区来进行操作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存在同步呢 还是存在互斥呢 我们说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反映出来 说进程之间肯定是存在着互斥的 因为他们共享了资源 共享了临界资源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是互斥 而且从这句话也看 任何时刻只能有一个进程 可以对这个共享缓冲去进行操作 也就是它必须要求是什么 互斥的 也就是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在访问这个共享缓冲的时候 他必须要互斥的访问 那既然它是存在互斥的这种关系 那我们就应该设置什么 互斥的信号量来保证对这个 临界资源的或者是这个缓冲区的 这样一个互斥的访问 那么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 还存在其他的关系吗 那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 我们说消费者有的时候 可能要等生产者 那么有的时候生产者可能要等消费者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之间 是不是也存在着这种制约关系 因此我们说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还存在着同步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当这个缓冲区放满了产品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生产者就怎么样 不能再生产了 反过来当这个缓冲区没有产品 可供消费的时候 我的消费者是不是必须要等待 那么我们如何用信号量 来描述这个关系呢 我们看一下在初始的情况下 我的这个缓冲区 是为空的 那么它的容量为N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生产者能够使用的 这个临界区的 或者说这个缓冲区的个数是多少呢 最大个数是不是就是N了 对吧 那么每当他使用了一个 这个缓冲区放了一个产品 那么他可以用的资源的数目 就是少了一个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资源的信号量 来描述说生产者可以用的 这个缓冲区的个数 那么同样在一开始初始的情况下 这个缓冲区的个数 是为N的 那么里面如果是空的时候 没有一个产品 可供这个消费者要消费 那么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 他能够使用的资源的数量 是等于零的 但是每当我的这个生产者 生产了一个产品进来以后 我消费者是不是多了一个产品 可供消费呢 因此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两个信号量 来描述生产者和消费者 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定义一个 这个缓冲区为满的数量 和一个缓冲区为空的数量 通过这两个变量 我们来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 这样一个同步 那么具体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采用信号量机制的时候 我们会定义这样的一些信号量 那么刚才我说了 它们存在什么 互斥 所以我们定义了一个互斥的信号量 用来访问这个缓冲区 互斥来访问 那么它的初值 我们给到了11 那刚才我也提到 生产者能够使用的 这个空闲缓冲区的个数 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叫Empty 表示的是空的数目 那么它初值是为几呢 一开始都是空的 所以它能够用的数量是N 是吧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里面一个产品也没有 那么我们定义了一个信号量 叫负 那么它描述的是 消费者可以 消费的产品的个数 那么初值 一开始是为零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它有一个非常 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的附加Empty 最终是等于N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生产者 每生产一个产品进去 我的Empty 是不是就要做减减操作 但是我每放进去 一个时候 我消费者是不是多了一个 那么我的负 是不是就要做加加操作 对吧 因此的话 我们在这个负和Empty之间 它存在这样一种关系 就是它们两个相之和 是等于N的 那我们说 当我们用这个信号量 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还是要 按照问题的描述 来分清楚说 对于生产者来说 它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怎么样的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 它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来看 对于一个生产者来说 他一开始就生产产品 那他生产完产品以后 他是要放到 这个缓冲区里面 那刚才我们说 缓冲区是什么护赤的 我们需要护赤的 另外的话 还需要看说 这个缓冲区里面 有没有空闲的位置 有空闲的位置 他才能够放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我们对应的是 有两个P操作的 一个P操作是对于这个 护赤信号量的一个P操作 还有一个这个P操作 是对于这个 资源信号量 empty的一个P操作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对这两个 信号量做P操作的时候 这两个P操作的顺序 是大家需要考虑的 通常情况下 我们需要先检查 资源的数目 然后再检查是否护赤 而不能先去检查护赤 再去看 是否有资源的数目 否则的话 就可能会产生死索 会产生死索 因此的话 对于生产者来说 我们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他生产一个产品 然后他去看说 当前这个缓冲区里面 有没有空闲的位置 可以供他放这个产品 如果有的话 那么他就请求 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就是这个临界区 就是这个缓冲区 然后再把我的资源 就是我生产的产品 放到这个缓冲区里面 那这是我们说 生产者的这个过程 那么一旦生产者 放了一个产品 到了这个缓冲区以后 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资源可供消费 多了一个产品可供消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 对这个副做一个什么 加操作 或者说你会通知消费者 说我现在有产品 可以供你消费了 如果消费者是处在什么 等待状态的话 他会唤醒他 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生产者来说 他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空闲的缓冲区 可以供我来放这个产品 如果有的话 我来判断一下 当前对这个缓冲区的操作 是不是互斥的 如果没有其他人 在访问这个缓冲区 那么我就进去 那我进去的 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把我生产的产品 放到这个buffer里面 那么具体放这个buffer的过程 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放到硬指针指向的这个buffer 然后硬指针 做加一模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当我放进去一个产品以后 我是不是就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对吧 因此我会把这个什么 缓冲区释放掉 允许其他的进程能够访问 这个缓冲区 那刚才我说 一旦我放了一个产品进去以后 是不是消费者 可供消费的产品就多了一个 所以我们会对这个buffer 做一个微操作 那么这边的话 是对消费者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类似于生产者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 也是一样 当他要消费一个产品的时候 他首先要看说 在这个缓冲区里面 有没有供我可消费的产品 如果有的话 我才有去判断说 有没有其他人进入缓冲区 如果没有 那么我就进去 那么我进去以后 我要干什么呢 我是不是就取一个产品 从这个buffer里面 那么我取完了以后 我的事做完以后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缓冲区释放掉 那么一旦我取走了一个产品 是不是对于生产者来说 生产者能够放产品的位置 就多了一个 因此这个时候 我们是对这个empty 会再次做一个微操作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 如果用信号量来解决生产者消费者问题的时候 我们给出了这样一个维代码 如果具体在实现的时候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定义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比如说定义一些方法 然后定义一些变量 那么具体这些变量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了 比方说我定义了cult的值 in指针 out指针 buffer 然后我的护翅 信号量和我的两个这个 同步的这个信号量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信号量 我们就可以来描述这个生产者生产的过程和 消费者消费的过程 就对于我们刚才的这个回答吧 首先我们对这个empty做P操作 然后对这个护翅的信号量做P操作 然后把这个产品放进去 就是我刚才说的 把这个atom放到硬指针指向的这个buffer 然后硬指针做加一模 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释放掉这个护翅信号量 然后对这个负信号量做微操作 那么同理我们会得到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代码 好 我们今天这讲就到这